光看這張舊照片,猜不猜到是今天的哪裡呢? 既不是六郭酒店,現在可能毫不起眼,但當年不知多威風 獵迷上映,當然六郭是灣仔區第一棟有升降機的大廈 還有一代是港島最高建築物 最威風是小說素斯王的世界,對作者四百年住過四個月而成成 前身六郭飯店,80年前由陸海通創辦人陳氏家族在樹馬地興建 香港淪陷期間被日軍精湧掛又被光澤掛 到80年代重建,但歷代老闆收藏的珍藏就保持得很好 不止舊相,星期四開始在酒店搞的展覽 還有這些從未曝光的展品看 原來當年吃碗汁都是一元,別以為很便宜 當時一晚房租一元 而作為全港第一間有中菜廳的酒店 他們都趁80周年推出懷舊菜單 點心都是碎料,這些包你年輕少少都未聽過 好像謝菇粥一樣,擦光用燕窩袋米 再配上雞蓉和謝菇蓉來煲 這個煙槍魚都不是煙燻的,也是用焗爐做的 你又不用怕吃不回那股味 中菜廳過半廚師,入行性半個世紀 行政總廚還跟過當年的大廚學師 吃不起都不要緊 只退戰艦玩填製遊戲 都可以拿到這個伏黑版的門牌 有興趣不妨去懷舊客吧 的音樂 有興趣不妨做的 可言 有興趣不妨 有興趣不妨 恐怖不妨 有未care